只要我们这个太阳还在一天呢 永远是东升西落 一年四季 这个四象就产生了 现在西方讲这个象限 你这样画 这样树 这个 如果斜过来 怎么样都可以 春夏秋冬 这个四象怎么周而复始总是这几个呢 这个冬天 怎么就一向能生出阳来呢 因为地球在这个轨道上 不管是椭圆是圆 它永远 转到头阳近了 就阴 因为阴阳它始终是在 阴近了 转回来阳就生了 它能量是守恒的 永远不灭 我们 四象 它 也是同样 代表万事万物 由阴阳而产生 那阴 它里面有点阳的成分 以阴为主 那这个就叫少阴 以阳为主 有点 阴 那就叫 少阳 少阳 这个少 是叫少呢 还是叫少呢 如果说 叫老阴老阳 我们这样叫 那它就叫少阴少阳 如果叫太阴太阳 那太就是大嘛 那大相对就是小嘛 就是少阴少阳 你叫小阴小阳都可以 这是为了大家方便 就一个字 改过了 它这个 少阴少阳呢 有争议 到底 是两个横 在上面 在下面 哪个是少阴少阴 我们这是什么图 大家能不能看得懂 这是先天八卦 每一个卦呢 我给它剪了一画 就说 两个并一个 两个同样的 就并在一起 那这是前队离阵 迅坎跟坤 这就是队卦 那队卦这个是 少阴还是少阳呢 我们看太阳在哪 太阳在这儿 这是东方 首先我们确定一个事儿啊 太阳在 上到最上面的时候 这叫南方 对吧 我们看到南方有太阳 而我们现在的地图 是相反的 古代都是上南下北 所以有些东西 这个图像可能要反了 理解就好 你看这个地方 两个这同样的图案 一个是阵 一个是队 那这个太阳就是这样 转下来 那你说 这个 春天 那它应该是少阳 少阳 然后老阳 然后这样变下来 数字我们先不看 以后慢慢再讲 所以说很有可能 这个才是真正的烧阳 真的我们日常是搞错了 这样说下来秋天 这就烧阴 我们中间 三画挂 中间代表人 那这个时候 早起起来的时候 也是人感觉到 还没有那么热 所以说 尤其太阳升起之前 这个呢 其实对话 已经感觉到热了 最上面头还是凉 所以说天 热 采集天 太阳之气 由地 产生的这个热气 因为地它要吸收 要储存 人是感受到地 而发的热 所以说 人发地 地发天 这个时候 然后慢慢就热 就凉了 您如果只看两画挂 那就是上半身凉 下半身感觉到热 一定是这样 所以说天道左旋 地道右旋 在天上 我们俯视 是一个样 仰视 是反过来转的 那为什么打麻将 它是动物